2点多车行外突然出现黑衣人 手持铁棍看车就砸 没想到隔不到三个小时 5点多一伙人二度冲进车行 这回不止砸车 还殴打车行员工强行江源炉总 员工被他们炉总要求我 然后赎金36万放了 砸得比较夸张 所有车厂的所有车都被砸了 然后公司也都被砸了 稀巴烂 一伙黑衣人在凌晨的时候 分着四台车来到现场 不止砸车甚至还直接掳人 第一时间店家赶快报警 但是怀疑背后的动机不单纯 时间回到案发前一晚 一伙人浩浩荡荡来到车行 声称要喬事 走在太极堂当地帮派驻镇 原来是先前一名全姓男子 跑到车行强拉保险 想赚顾问费 不满被拒绝三分两头登门闹事 甚至在五月底疫情大爆发后 黑帮在这个时间点 狮子大开口 带了一堆人进公司 跟我索取的费用 然后当下他跟我要求76万 谈了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然后之后 溢价变成26万 业者本来想花钱了事 没想到帮派分子 又曾遭车行比特权药商 动手报复掳人 又要求支付36万元赎金 但疑似知道遭远警盯上采放人 是会怕 因为这件事我有两个员工已经离职了 怕说会发生一些人身安全的事情 车损维修营业损失 破千万疫情期间黑道惹事 还出现不明人士要求对方和解 警方目前已经全力追弃 就怕这群扼杀 再闹是车行业者员工 生命安全保守威胁 三零熊贵远双方向桃园报道